受林香带会第21届第5次定期大会正式召开 乡长王玫瑰施政报告 感谢香带会大力支持 与乡公所共同推动各项乡镇工作 也强调未来各项工作将会结合乡民努力 让乡镇工作更加进步 乡民乡民代表会第21届第5次定期大会正式召开 乡民乡民代表会主席赖俊爵 副主席赖会妹 等11位乡民代表全员出席第一天的定期大会 代表会主席赖俊爵 则是相当感谢公所团队 从而趁发生疫情的时候 全力以赴在利用地完成 倾销完成 让大家免疫在疫情恐惧当中 12号从这村发生的第一个确诊案例之后 后来入住出去总共有11位的村民 确诊 但是到目前为止 绝大多数已经康复出院 那所有被匡列隔离的 也都渐渐解除隔离 所以虽然看起来 顺利箱的疫情有所趋缓 但是我们也能够 我们还是一样不能够懈怠 那这段时间 特别感谢顺利箱公所的所有工作同仁 不管在防疫措施上 在快灾成立的时候 那包括各个村的管制站 那包括这两个民伴 各位各界的善心人士 监政的物资啊 都辛苦乡公所所有的工作同仁 公所团队也主动积极 用心经营乡镇的工作 那我们这次跟劳动部争取了 120 名的工作机会 也延续了 医院进来的 安心工作的 16 名额 所以目前我们在劳动部那边 有登记到是大概 136 名额 那16 名额是延续 那还有 120 名额 那目前现在我们到昨天的资讯应该是 57 名额 那不晓得 因为我们也有在做一个宣传 我在这里代表先生鼓势 希望大家能够先出来看看部落现在 事业的族人 虽然只有半天的工作 至少一个月有薪资可以的 让他们有非常多就要做短期的一些工作机会的项目 希望他们赶快报名 报名之后这个资料会送到劳动部 劳动部那边资格审查之后才会提到我们公所 这里再做第二次资格跟条件的审查 之后就可以让他们进来的工作 虽然相当会就前半年如行政 民政 建设 农业 经济 社会 文化 观光 人士 主书馆 情节 队 并藏管理所 幼儿园等乡镇工作推展 概况提出报告 同时也极力争取修营箱群体代表的支持 希望与代表们携手打造修营箱各项运情 记得终于喜欢我们了 那么接下来的农 Filter